好 我們首先來告訴大家 這是剛剛保齡的負責人 他鞠躬盜竊14秒 當然這是一個形象的營造 他現在希望大家不要對他太追逼 因為他現在要形象營造 找了一個非常知名的律師 另外邱國正的兒子 傳出是他兒子 有10個影片 但是兩個不像剔除 他們說那8個到底怎麼回事 還有陳崇文的獨家報導 案外案甚至扯到了柯文哲 驚爆3月29號 驚爆3月29號 我首先來跟大家講的 第一個就是北檢要查來源 這個米孝俊酸 還有再來看到第二個 邱國正請辭 因為兒子扯到買春的部分 小英賴清德跟韓國瑜 今天在忠烈辭 因為今天是3297年節 還要看到的朱學恒 這次的這個判刑 他的不服反而引來更大的反彈 今天在立法院 本來是藍白要電價洞漲 結果宣告失敗 那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米孝俊酸的這個部分 米孝俊酸的這個部分 39歲的呂先生 昨天下午驗出米孝俊酸 66歲的楊先生 昨天晚上6點多也驗出來 那米孝俊酸的來源呢 現在從果條變成黑木耳 變成醬料 那我們看北檢今天下午 再次大規模的約談 要查說為什麼就是這段時間 這段時間有兩個關鍵點 第一個是時間點 第二個就是他的廚師 是一個代班廚師 就是這個弧姓的廚師 怎麼剛好你代班就剛好這段時間有事啊 那我們知道今天約談的廚師昨天約了 所以今天是負責人李仿軒 還有王姓店長 那另外呢廚師 他是越南籍的胡姓代班廚師 昨天晚上11點約談兩小時 他是無保請回 列為被告 那為什麼他的代班時間是3月18到26 所以我們知道出事的時間就是3月19號開始有 中間只有一天3月20號沒有 之後就是3月24號 呂先生死亡之後就沒有 然後呢我們再來看到 今天大家說在追查的時候 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樣 昨天我看到王必勝出來講 我一則以喜一則以憂 一則以喜是說 哇我們知道有這個米孝俊酸 大家可以想說不是下毒 要不然的話很緊張 第二個優就是說如果你可以昨天就出來 為什麼你告訴我們要兩個禮拜呢 發生了什麼事呢 好內幕在這裡 我們認為彰化基督教醫院救了食藥署 也救了台灣嗎 讓我們少於兩個禮拜的煎熬 食藥署113年31.36億元的預算 食品藥物管理業務17.59億 食品管理工作8.386億 我講出這個內容是什麼 我請問你一個彰化基督教醫院可以買 這個所謂的實驗對照組 它是一個package 有很多很多很多 然後他要做一個實驗室 他買了這個package 我就問我們食藥署的實驗室 是不是在台灣最厲害 上次那個天選之肉跟台中炒來炒去 食藥署的實驗室 我相信你是最厲害的 可是你怎麼沒有米孝俊酸的這麼一個樣本呢 你沒有對照組呢 然後你可以看到 昆陽辦公室有研究檢驗組 這麼大的一個辦公室 這麼大一個實驗室 你沒有米孝俊酸的實驗組 本來下個禮拜才買到 下個禮拜買到 然後兩個禮拜以後才知道 你知道嗎 然後呢 這個我們就要感謝彰化基督教醫院 彰化基督教醫院的總院長陳穆寬說 他們當初購買很多種 毒素的檢驗標準品 當中有一瓶就是米孝俊酸 花了38000塊購買 只有0.5毫克 這個是全台獨家 我跟你講這就是什麼 這就是Vision 這就是遠見 彰化基督教有遠見 我們的可以看到的 張基有遠見 我們的衛福部食藥署 沒有遠見